U2不仅升级了影像表现力 其智能飞行功能也得到全米优化 无需起飞 就可以直接在地图上编辑和规划飞行航线 实现自主飞行 如何使用航点飞行 在DJI Ghost App中 打开智能飞行彩单 选择航点飞行功能 在地图界面顶端图标 分别为添加航点 添加兴趣点 保存 删除 更多设置 在地图中添加您需要的航点 以及需要关联的兴趣点 添加完成后 通过点击航点 就能修改航点的飞行参数 包括航点高度 航点速度 飞行朝向 云台抚扬角度 相机行为 选择关联兴趣点 U2开始航点飞行时 自动朝向兴趣点 兴趣点高度可设置 0至飞行限制高度 此时 云台会自动调整 不央角度 以保证兴趣点在画面中心 除此之外 航点飞行功能也新增了一系列小工具 任务库 不仅可以记录飞行任务 还可以自定义任务名称 再入任务 以及删除任务 航线设置 可以改变航线类型 任务结束 失控行为 全体航点朝向 以及巡航速度 当设置完毕后 点击Go 选择开始执行任务的航点 再点击开始飞行 此时 U2将自动执行航线任务 让您拥有更广阔的操控空间 尽情捕获震撼美景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搜索大江福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